你回来就好办了 怎么是你 我没有见面了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五味堂 果然不一样 如言 这位是 田爷 田爷到五味堂有何贵 亲先生这话问的可就怪了 到五味堂自然是求药治病 爷爷 你们这是干啥 怕人打扰金先生看病 什么病 枪伤 咋样 你刚才 说你姓田 不错 我姓田 叫田飘云 田飘云 如焰 这儿没你事 去吧 爷爷 听话 如焰 金先生 我叔他 难治 你不是有神仙高吗 我那告示上写得清楚 枪伤一律不治 其他伤吗 剑伤给药 一伤一贴 我才不管什么告示 不告示 今天 你是治也得治 不治也得治 我不治 你杀了我不成 你可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青龙山的人 是独尔王让你来的吧 不 是你儿子金志国让我来的 你 你说谁 金志国 再说一遍 黄州城甘草堂的老板吴一勇 也就是你的大儿子金志国 吴一勇 治国 你说他在哪 黄州 黄州 你说那人叫啥 田飘云 田飘云 田山的儿子 糟了 来的人 是青龙山的土匪 天爷 秦也 请赐我一切神仙膏吧 我说过了 规矩不能快 枪伤一律不治 其他的伤 剑伤给药 一刺一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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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放开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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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放一刀 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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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枪放下 我不 不 金先生 这样行了吧 小猫子 去 去 这是天道里 好 好 好 爷爷 杏龙 杏龙 剑伤给药 我 我 好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五日之后再换一帖 山口便可痊愈 谢了金先生 告辞 走好 爷爷 那他的胳膊 剪伤给药 一次一贴 哎 星龙 瞧哪来的 站住